自在人生大學堂 陳美芝 自在人生大學堂又來了 我們去談中國歷史 當然要找很多有趣的角度 我們這系列有來自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的會長和副會長 都會輪流出現 如果聽不到葉德平的聲音 就會聽到李君傑博士的聲音 我要叫你做君傑兄 我們要學唐朝的人稱兄道弟 是的 我都要跟你稱兄道弟 美詩妹 當然我叫你兄 當然要叫我美詩妹 我們顧名思義今集繼續講唐朝 其實唐朝給人的印象是怎樣呢 我其實一向都知道很少 覺得他們的衣服很漂亮 透視很開放 人們肥肥的 就知道那麼多 但早幾個月就看了在城市大學有個展覽叫城勢碧床 就講唐代的壁畫 在壁畫裏面就看到那些男男女女的形象 他們喜歡的東西 那些衣服真是see through 還有他們喜歡玩馬球 好像吃喝玩樂 玩音樂 這個展覽將它還原有時是動畫 可以動的 玩馬球是會動的 令人看的時候就覺得很有趣 還有投影在這條路上 左右兩邊的牆壁 令人覺得很有feel 真是很動態 是一個很正的展覽 令到我認識多了 印象深刻了是唐朝的生活是怎樣 今天我們講唐朝 除了我看過這個展覽之外 你又看了一本書都很正 可以推介給大家 因為每次上來 我都希望大家開卷有益 這本書我要跟大家推介 叫什麼名字呢 叫做一老師來不及教的101個唐代的趣事 《趣事》就這麼明《趣事》 真的沒那麼悶 是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這本書 《趣事》是跟我們一樣 《趣事》是怎樣說 譬如說 他會講一下當時 《吃醋》是典故怎麼來 何東思考是誰發威 《吃醋》是唐朝的 是啊 是啊 為什麼是《吃醋》 因為唐朝的女性是平權的 好像香港現在的社會這樣 譬如說點心這個字是怎麼來 包括譬如說 当时的女性为什么喜欢流行穿蓝装衣 唐朝的人是不是真的以伴为美 好像刚才说喜欢穿坦空露背 还有些生活习惯 譬如我们讲原来当时的婚姻其实很开放 为什么有协议离婚 我们可能稍后都会讲一下 为什么譬如刚才你说的马球 譬如举冲 跳水 錦标赛 踢拳 基本上我们讲整个生活都有涉猎 很多枝多彩 因为每一道他讲101个用问题形式 写的人全部都是摸过或咀嚼过唐朝历史 用比较轻松的手法写 所以这本书真的很棒 我们就参考其中一些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听你这么说 唐朝的男女都挺平等 还有他们的作风是开放一点 是不是呢 是的 首先要讲一讲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讲唐人 现在所讲的唐人 是主要来自唐朝的 但是当时唐朝的皇帝或者那些政治精英 他们那个我们讲的ethic group 就是那个他的种族 他其实是湖汉混合的种族 包括譬如说唐太宗李世文 李渊的太太 其实因为他是鲜卑族 他们不是汉族 所以他们那个道德礼教的约束力 就比较松一点 所以造就了这个时代 女性我觉得几次香港的情况 包括女性可以做皇帝 你想想 比如大家都知道武则天 是吧 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冯宝宝做过武则天 有 有看过是不是 或者现在上网都找到的 没错了 你可以上网回顾一下 你想想中国历史上有哪个 就算说慈禧的 他都不是自己做皇帝 他是背后操控 他不敢自己说他自己做皇帝 但是中国历史上 这么多的朝代 是唯一出现一个女性皇帝 就是武则天 不单是他 如果看回文宪 当时的公主很喜欢积极参政 而且干预正事 不单是这样 我们讲当时譬如说结婚 或者是我们讲 他们的女士 又很喜欢穿男装衫 以及他们是 跟我们讲 大家知道 譬如说 我们在自作人生大学堂的本书 就讲阳玉环是肥的 对不对 有句说话叫现瘦环肥 其实他们的形态美 是真的比较圆润一点 是 他们不要说肥 圆润 圆润一点 这个是 跟我们现在的心理标准是有不同 但是当时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你刚才说 他们自由奔放一点 又真的挺现代的 除了不同在 我们现在轻瘦 他们轻肥肥的之外 其实他们是 好像现在的女性 喜欢做什么都可以 喜欢读多些书又可以 喜欢参政又可以 喜欢自己找自己的另一半 去自由恋爱都可以 是呀是呀 我说多一点 譬如说 在婚姻和家庭 因为大家知道 女士对这方面都比较看得冲 是吧 当时 其实你女士可以有自由的宅权 不过这样 好像香港那样 大家自由恋爱 是吧 那你最后都要见家长 是吧 家长同意 那你才可以走在一起 但是我们印象就以为中国古代 全部都是很儒家思想的 我们又要门当户对 以及一定是家长安排 我们以为古代一定是这样的 家长安排你去相提 然后结婚又 是呀 正正是唐朝是一个例外 就是因为狐族的影响 狐族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 甚至乎我们说 除了它可以自由宅权之外 它是怎么说 你是女性可以再改革 或者再嫁的自由 因为你寡妇是不要紧的 你怎么样呢 你就再去选个老公 就是没有关系 跟现在一样 你随时可以找到新的另一半 你就再结婚 所以我觉得唐朝很有趣 如果你从女性的角度 这个社会 挺像香港的社会的价值 这个很有趣 而且是怎么样 女性当时可以自由外出 她的社交没有受到约束 她喜欢结交朋友 就结交朋友 喜欢出家就出家 喜欢留在家就留在家 这个是好的 还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她嫁女性权益 为什么会高涨 或者是平等 我们不要说高涨 还是平等 都好像香港社会 我们说河东思考 真的比较兇悍 宣示处权 老公不听话 在内面你就知死了 你坏人 唐朝是有这些情况 你觉得像香港女生吗 我不敢说 我怕我被朋友打得 我都会打得 但其实很多人都这么说 譬如说 尤其是比较中港台 就会觉得香港那些女士 真是凶恶 说事都多一点 是啊 还有很少娇嗲的语气 完全同意 还有怎么说 老公是巨爱 巨耐 巨耐 我只怕老婆 唐朝都是这样 是 挺有趣的 很有趣的 而且女性是受教育机会高的 无论政治精英 去到基层 当地普通的老百姓 其实他们都读书识字的 就是不只是武则天径的 很多女士都参政 都是高学式的 而且他们是有受教育的权利的 所以你看这个社会 我觉得也挺像现代社会 是的 但是他这么开放 为什么会回头 去到後面的朝代又會保守 是的 因為這個也是這樣說 我們講宋代朱熙 其實已經用了禮教的方式 用儒家思想去約束 用這個約束女士 然後再到後面的名稱 特別說句衰些 歸近到第一 男人衰 他喜歡 管女人 遙峰擺腰的女人 就是那些腰的細 可以動一下 我樂多姿那種 大家可以想像到 他要限制 如何出一些精子牌坊 你寡婦不能改革 我就送一個精子牌坊給你 很多東西其實是去到明清的時候 甚至乎 扎腳那些 扎腳那些 其實這些是漏襲 但是這個我想是 中國社會對女性的權益 一個逆襲 就不太好 但是如果講唐朝 剛好講開了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講一下 唐朝對於男女平權 或者女性的權益高漲 我覺得是一個值得 很重要的標示 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很大的特色 我們繼續講唐朝的特色 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楊貴妃 究竟她是不是紅顏禍水 我們先由頭了解一下 為甚麼楊貴妃會這麼出名 這麼重要呢 我們講到唐朝的歷史 主要的原因 因為我們講 最出名的是紅顏禍水 因為她漂亮 剛才我要講 其實資料都有提 楊貴妃本身就是 唐元宗的兒子的老婆 但是因為我們剛才說 唐朝是一個開放社會 她是可以拿走別人的 自己的兒子的老婆 你叫做情人也好 或者老婆也好 她就據為己有 其實某個程度上是開放可以的 是沒有人會說有問題的 當時也不會批評 很正常的事 至於是否紅顏禍水 又這樣看 大家都已經看過很多清朝的宮廷戲 很多權力鬥爭 你想想 作為女性 她入到皇宮 沒有衣沒有物 她唯一可以做的 是我們講的皇帝 對她的寵愛 她只有這件事 但是你知道 男性的事很差 現在說很疼 以後可以變心 還有她有那麼多選擇 對呀 皇帝 你想想作為女性 她有什麼辦法 所以為什麼楊貴妃 要找她哥哥楊國宗 以及她的姊妹進去 其實她對她的人生 她也沒有很無奈 她也不能批評她 因為她是皇帝 她唯一的選擇就是 多幾個親戚 幫一下她 保障一下她的權益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事 只是唯一可惜的地方 就是白居爾首詩 長恨哥 就是恨綿綿無盡 其實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楊貴的死 其實這樣說 我們講 唐元宗的安史之亂 其實是一個分水嶺 因為為什麼呢 唐朝這個帝國 在唐元宗 我們講 他前半生 是要開源之治的 其實是帝國的頂峰期 但是因為有安史之亂之後 唐元宗的後半生 那個年號叫天埗 他那十四年其實唐朝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 帝國由權力 或者整個中國那時候的影響 由最頂盛就跌了滑波 差不多去到尾了 去到唐的滅國 就很難逆襲了 所以楊貴妃的死就是 當時大家的資料其實都講 就是他在馬葵役那些士兵 其實是不滿他哥哥楊國宗 因為覺得他禍國殃民 用了很多奸小人 他去到楊國宗 都不是一些做大事的人 於是他透過一個政治 因為當時他們是走爛的 由長安走爛去屬國 那你最後靠哪個保護 就是士兵 他們現在要造反 唐元宗是怎樣 他被迫沒有其他選擇之下 他就要那個女人死 那是保障他自己 唯一是這樣說 你說自私也好 或者保障他自己也好 楊貴妃就要死 所以白居玉那首長恨歌 真是此恨綿綿無遜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就是楊貴妃的故事 但是我們對於楊貴妃的生平 其實都是知道這麼多 即他日常生活是怎樣 會不會對宮廷有什麼貢獻 他是這樣的 大家如果知道 他喜歡洗澡 所以唐元宗很疼他 就是有個華青池 華青池 就是一個洗澡 當然可以 現在都可以參觀 不過因為我們說 唐朝的長安其實是毀壞了 現在那個 我自己用一個形容的詞 叫做裝置藝術 裝置藝術 就是市政府 或者政府也好 為了吸引遊客 創造收入 他要告訴你 都給你體驗一下 去看看 幸好我沒有去 你要買門票 因為西安 實在有太多東西看 我當時考慮過很多 之後我就覺得 這個好像無聊了一點 華青池所以我沒有去 我去華青池 幸好你沒有去 因為太多東西要去 因為我們說 他們那些東西 都是為了吸引大家的想像 原來是這樣 那就是 因為遊客的收益 其實對於當地的政府 都很重要 是啊 他要保育這麼多東西 是啊 你想想他都要滿足遊客的想像 以前是這樣的 那你就去看看 西安 其實是這樣說 十三朝的古都 其實真的很多東西看 你沒有去 不是一個損失 但那些靈務 已經很多東西看 是啊 是啊 所以其實 因為很坦白說 中國歷史 很多時候這些首都 或者國都 它戰亂之後 很多時候第一個 焚毀的對象就是他 因為攻擊的那些軍事集團 或者那些造反的人 攻陷了之後 它是跟你燒了 燒毀了 有多少東西 留在那裡是沒有的 是啊 所以很可惜的 很多時候我們 很多東西就是 毀於戰亂之中 嗯 還有去到那些 那麼厲害的古都 就是因為那些歷史 就不是太記得 經常對著這些古蹟 你馬上要溫回歷史 或者有時候要上網 或者拿旅遊書 那幾段都先看看 哪個靈打哪個靈 哪個冒打哪個冒 哪個冒 在那裡想像回歷史 如果有你在旁邊 沒錯 或者你有葉德平博士 也好 是的 因為我們是熟悉歷史 你下次 不要資助我們 我們一人出自己的份 但是我們一起玩 我打算打給你 一起玩 我願意說 因為怎樣 我們這些口水佬 口水佬怎樣 喜歡跟別人分 你又聽得津津有味 不用邀請導遊 是的 又聽到 一些學到東西 不斷失東西給他 這樣聽歷史是最開心的 沒錯 所以去參觀去旅行 最好就帶來歷史學家 如果你去這些地方 就可以得到很多資訊 還有我喜歡去到那個地方 就會嘗試在那個地方 看回當地的電視台 或者是中央電視台 去到很多時候 有很多歷史文化的特輯 我平時在香港 沒有什麼行程去看這些 但我通常去旅行的時候 我就會看這些 有時剛好 原來你今天去完這個地方 他又講回那些歷史 你又增進一下 即是立刻補習一下知識 是的 其實這樣很好 用這些方法 我們說的遇學於由 因為有個氣氛 結合了一套 絕對好的 你用氣氛去進入學習 我覺得是一件樂趣 而且不用你用腦 有一個人在旁邊 自動幫 好像一個AI 跟你說話 有多棒 現在大家聽清楚一點 我們這個系列先都一樣 沒錯 補習了每個朝代的基本知識之後 大家都知道多了 也可能有興趣 自己繼續發掘一些歷史故事去看 因為尤其是歷史 為什麼這麼吸引人 因為人去到某個歲數 你突然間對自己過去的東西 或者自己國家的東西 你很想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人對自己的東西是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講的歷史的書是不會消失的 好像我的師傅 陳文豪先生 他在出版界做了很多年 都很專業的很權威 是喬楚來的 他那位同學說 李君傑 其實他在出版界 他的角度說 歷史書根本是我們說三格裡面 永遠都不會消失的 因為歸君結底 你是人類 他對自己的過去 甚至乎他不只自己 是他祖先的過去 他一定去到某個年紀 他自己突然回去 問問究竟他是誰 他是屬於哪裏 他認同在哪裏 他是富貴團 他是富貴團 我這裏跟大家說 他那個富貴團 是政府的高官 一些財經界的巨子 我不要說名字 但他是富貴團 即是我們怎樣都排不到進去 因為他的隊伍全爆了 是的 因為他的團 我看到那個我在電視上見過 這個也見過 有名有姓 我們今天講一下唐朝的歷史 剛才講起楊貴妃 我們當然要講唐元宗 我想問問李君傑博士 唐元宗他的家族姓李 那他究竟是胡族還是漢族人 其實他們是先卑族的 為什麼呢 你見到唐朝有一半 其實他因為胡漢的混合 胡是不可以叫胡族的 是胡人 胡族都可以叫胡人 兩種都可以 其實為什麼呢 中國文法很有趣 當這些胡人來到中原地方 他們會自動漢化 他們要學習漢堂 他們是不是很想漢化的時候 覺得中國很大 原因的問題是 中國的文化 我們說的確是高層次 你知道胡人他們是騎馬 那也是 他們那個文化 沒有什麼精緻度 很多生活 很多東西 都是比較粗 所以他一接觸到很細緻的中國文化 他一定自動漢化 不斷同化又變成中國人 哦 那我們現在血統不純正 坦白說是 因為最正統 其實英國按道理 我們香港是正統 因為我們說 為什麼唸唐詩 用廣東話唸是正很多 原因是 我們只是講一個例子 新界最早的原居民 本地人 其實你如果看歷史 他們最初是來自中原 我講一個例子 例如我去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去過平山文物景 有 有沒有去過鄧氏宮宗池 有 他有句對聯的 可能你沒有留意 他怎麼說 叫南洋城西閘 東漢啟分明 南洋是什麼地方 是現在河南 南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為什麼鄧氏這麼加勢 他要擺對聯 就是因為當時東漢漢公武帝 其中他有個將軍 我們講的東漢漢公武帝 他起源於南洋那幫氏族的人 和將軍去支持他 這個地方勢力去支持他 所以他可以建立到東漢的皇朝 而有一個叫鄧宇 鄧宇 鄧宇就是來自南洋 所以為什麼鄧氏這麼加勢 要擺對祖先 我祖先 就是來自中原 所以現在我們講的北方人 其實不是原本的北方人 是經過這幾百年 尤其是在南洋朝 因為漢人遷走了 全部遷走了 因為你想想打仗 避難 還留在那個地方 所以中國歷史幾百年 大動蕩年代 就不斷遷遷遷遷 所以現在北方人 根本他最初 也不是漢族人 所以福建和潮州人 都是中原的人 是呀 中原遷遷 沒錯 那血統純正 你用普通話唸唐詩 你用廣東話唸唐詩 真的廣東話唸唐詩 是有味道 因為我們講的 語言學家已經 當時文國趙元任先生 他是一個權威的語言學家 他講 根本我們的語音 其實是來自古中原的地方 明白 這個已經是 普通話是後期很多 普通話是後期的 我想是送以後 那些人慢慢才有 但是最早是我 我們其實這幫人 才是最正通的 所以說那些古都 中原換過這麼多的朝代 其實就混合到 很多種族混合在一起 不過漢是主要的 最多人口的人 他們是外來就同化了 所以混合一下 可能都是有漢人的樣子 但是又有很多外國人的影子 絕對 尤其是唐朝 我們講李伯阿伯居爾 他們都不是漢族人 例如李伯他是中亞世亞水業成 例如伯居爾他都不是漢人 因為他姓白 那是比較特別的姓 是比較特別的姓 他其實都是胡人 這個文献上 他們很厲害 他們同化得 他這麼有文學水平 因為唐朝的詩歌 其實他是一個 當時在文學上 甚至我們講 當時的政治精英 其實他透過詩歌 做交際認酬 很重要的 你透過作詩 去看你做官 各方面 當然他是其中一個評價 你寫詩寫得好 當時來講 其實是一個 另一個特點是唐朝人 武舉也很厲害 如果你另一條出路是什麼 你寫詩好 接著就受皇帝賞識 好像李伯那樣 其實他有這樣的抱負 他的確是一個 我們講師姓 師仙 師仙 為什麼 因為他們 他們憑這些 就希望得到皇帝的青睞 統治者的青睞 另外第二個就是武舉 武舉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透過軍事 透過你打得 然後去幫國家 去打仗 去打其他的少數民族 這是另一條好的出路 所以在韓朝歷史 其實他怎麼說 很多當時的宰相 其實那些武人很焦跡 你都沒有參國軍力 我幫國家出了多少力 如果你是造成相 而都沒有軍事經驗 那時候是很輸蝕的 所以我們講當時的社會 也都很注重武風 一邊就文一邊就武 對 如果你想一下 為什麼他是一個帝國 那他沒有 當然是明白 因為胡人應該是強悍一些 打鬥方面厲害一些 但是他們又這麼快同化到 能夠這麼有文學修養 都是很厲害 真的很崇拜這個漢族 這個這樣說 我們講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唐朝 其實是一個很開放的氣象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 男女平等 湖漢混合 其實很多方面 就是文化交流 對 很多文化交流 國取長處 甚至我們講很多宗教 因為他的長安 是一個國際大都會 其實唐朝的實力 就是等於現在的美國 你想想美國是一個文化大浪漁 有不同種族的人 如果紐約 你想像長安就像現在紐約 所有外族和胡族 都跟中國人做生意 就是好像現在世界各地的人 的文化交流 很多時候都會在美國的大學 或者在美國的機構那裡進行 我就是講一個事實 就是日本有個地方叫做靜倉苑 它是收集了唐朝很多不同的 比如說樂器 有很多的文物 包括跳舞那些 各方面的生活習俗那些 其實你看回整個傳播路線 很多來自中東或者歐洲 所以你這樣一個國際大都會 其實吸引了全世界的人聚集 甚至乎我們講基督教的傳入 都進來了 聽你這樣說 又很想可以穿越去唐代 感受一下熱鬧的氣氛 絕對是的 其實唐代我覺得 如果真的有時光隧道 其實真的值得穿越去感受氣氛 我覺得是等於美國的紐約 那有時光隧道 你最想穿越去哪個朝代 又這麼開放又男女平均 你在中國這麼多歷史上 你找不到一個朝代 好像很容易適應 如果我們回到唐代 絕對容易適應 絕對容易適應 真的挺有趣 很有趣的 但是葉德平博士最喜歡宋代 如果要穿越他就穿越去宋代 我個人就喜歡唐代 我讀書的時候也是選唐代來讀 原來是這樣的 歷史學家真的各有喜好 各有喜好 有專長某個朝代 不太如欲讓各有所好 聽眾也想想 或者大家報了這個課程的同學 也想想你最喜歡哪個朝代 一直聽我們的嘉賓說這些歷史 逐個朝代說一下 可能都會發掘到你最喜愛的東西 我覺得大家為什麼會有興趣聽 其實最好找回你現在最喜歡的東西 你開始找一下歷代 有哪個朝代 像你最喜歡的東西 可以問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你一定很瘋狂喜歡那個朝代 例如我是喜歡跳舞 那我就找回哪個朝代 唐朝 我覺得唐朝 唐朝是一個很盛行舞蹈的 他是不是belly dance belly dance我就不敢說 但是因為他是有胡鋒 那些人是將他跳舞很厲害 胡鋒跳舞真的很厲害 不是我們香港的胡鋒 我知道你在說香港的胡鋒 我知道你在說香港的胡鋒 但是這個胡鋒是胡人的胡 是風氣的風 明白了 我知道你在搞笑的 我們今天講到唐朝很多有趣的地方 記得提醒大家 李君傑博士拿來的這本書 就叫做《老師來不及教的101個唐朝翠史》 那書名這麼長 現在真的很流行這些書名 但是你看到就會覺得吸引 吸引 因為他的故事 短篇 還有他歷史學家現在是通俗化 他不是堅尼地的 他入世 而且他是用問題形式 將那101個 為什麼叫101 就是因為有101個問題 他將他扣了我們現在生活所需 或者有興趣知道 因為現在我們講歷史 再不是政治史 而是扣了我們的 和大眾識識相關的生活史 是緊缺溝的 很多東西你會找到 原來有些淵源 有些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講一下 什麼叫離縣 原來是來自唐朝 是的 就是戲曲 沒錯 為什麼叫離縣 離縣就是當時唐代 長安一個皇室供遊樂的場所 他真是種理的 果樹的 所以叫離縣 但是離縣為什麼這麼出名 就是因為我們要不得 剛才說的就是唐元宗 唐元宗原來他做皇帝都很厲害 除了皇帝厲害之外 他對生活享受 或者他對這些文化藝術 其實都是高手來的 一個很出色的藝術家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地方是享樂 政治精英貴族公主 所以他找人做戲 因為他懂得音樂 又懂得作曲 所以我們現在常說離縣子弟 離縣子弟 其實最早的根源就是來自唐元宗 就是來自那個地方 就是那個地方 他聚集了戲曲很厲害的人 沒錯 沒錯 就是因為上有號 下必有十年 你皇帝喜歡 當時就鼓出了一些風氣 起碼當時的貴族喜歡這件事 其實皇帝喜歡他都不用自己厲害 但他自己都懂得作曲 其實我想告訴你 中國歷史上很多皇帝 他不是做皇帝的材料 唐元宗是另一個例外 但很多他是做木匠 或是會畫畫畫得很厲害 有很多皇帝他不是做皇帝 或是政治上是很出色的人 但他在某方面藝術上 是很有成就有很多 因為他們都是貴族 所以在他成長的時候 可能都有很多機會學會 很多才藝 沒錯 你說得很對 還有我們說中國他們培訓這些 我們說他們很多時候是太子做的 中國人其實他的家族的訓練 其實是很有一套 太子其實很早他每天都要學習 要贏在起跑線 贏在起跑線 因為將來你是接管你老爸 管你國家 管你國家 所以很多時候怎麼說 他皇帝就派一些得行最好的人 譬如太子做太子的老師 至少有幾個每天會報 他學習情況如何 原來和現在的怪獸家長 一樣的 皇帝想想 他將來是管理這個國家 所以就是那些皇帝很多時候多才多藝 但你提到唐元宗他除了唱戲曲很厲害之外 他也是一個好皇帝 他管治能力都很強 是的我們可以這樣說 因為唐元宗他做皇帝總共45年 我們說他前半生有一個我們歷史上叫開源之治 他管理30年整個國家整個帝國是去到權力的高峰 他的版圖很大 版圖很大 而且當時整個唐的帝國 由政治精英去到老百姓 大家生活很附足 這是一個重要的 但怎樣說 他很有為 但我們逐點說他後來衰收尾 為甚麼維持不了呢 因為安史之亂 因為人英明一世 到終後期他就慢慢放棄 覺得響樂重要 因為盛勢就響樂 是的 而且他把權力放給胡人 為甚麼叫安史之亂 他就很信任安陸山這個人 覺得他不會造反 但結果證明他看錯人 這個我們說整個帝國為甚麼會覆亡 跟他個人是有關係的 畢竟以前不是民主社會 但你會見到權力去到一個人手上 始終你很難確保他一世英明 這個就有點可惜了 我喜歡唐朝史 他讀讀這一段 我就覺得傷心了 但是我們還有一件事可以再說一下 就是唐朝也是一個大容老 世界各地的人都來 基督教也是那時候有傳教士帶進來 沒錯 因為我們說基督教 那時候不叫基督教 叫警教 為甚麼呢 我們發覺大巡流行警教 卑 有個卑文說 當時基督教傳入的路線 即是他們由中東經過絲綢之路 就進來長安 因為這條路就是我們說的主要通道 所以基督教是其中一個 不只基督教 譬如天教 甚至乎我們說一些少數民族 不同的宗教 因為大家知道 當時就等於現在的紐約 國際大都會 就很多民族 甚麼民族都有 所以你想想一個民族 他信的宗教 一定就不是漢人信的宗教 所以當時不只基督教 有很多不同的古靈禎教 或者宗教 其實都在唐朝這個長安 其實都有人信的 這是一個很開放的社會 原來這麼早就傳進來 是啊 基督教最早傳入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經常聽到很多 接近現代的朝代 就是很多傳教士 來中國生活 然後就幫助窮人 去傳教 是啊 這個是第二波 第一波最早在唐朝時已經有 OK 那這個就是 就是小小關於宗教 但是剛才我一開始打招呼 不是叫你做君結婚嗎 是啊 這個都要說一下 都關於唐朝時的 是啊 因為我們說 當時人們不會叫你的字 例如不叫你美斯 他就會按你的排名 譬如他來唐元宗 我們剛才說過 他因為排第三 就叫李三郎 所以每個人 其實他是怎樣 大家認識的 不過就按你的家族的排名 這個呢 有個數字在前面 是有個數字的 就是你排多少 他就叫你那個做一個專稱 是輕同帝的 就會有婚約 是的 沒錯 會有這些的 要數著大過你還是小過你 這個背後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我們說 在魏晉南北朝 它是一個門帝社會 它分階級 你門當戶對 分階級 去到唐朝 因為門帝社會 慢慢 它就沒落了 但是他這套 大家當時唐朝人 用這套價值觀 仍然都奉行 所以他會繼續 用這種方法打招呼 背後的來源在這裡 難怪日本人那些 都是這樣排 他那些子女 那些什麼次郎 太郎 都好像是有這樣的次序 數著那個小朋友 還有我們說 如果說在日本 我有一件事想特別說 我們說唐朝的長安 它這個叫做都城的規劃 其實影響了日本 我們說 我們所謂的平安經 和藤原經 就是現在我們去京都 其實它那個京都城的規劃 就完全跟足唐代的長安 是啊 只不過因為 你知道它是一個繁淑國 在當時 所以它所有起的 那個都城的高度 因為你是繁淑國 要矮一點 規模小一點 所以現在你真的要 看到唐朝的東西 其實你去京都 就最好了 你會感受到唐風 在中國範圍 就經歷過這麼多朝代 你只是一塊塊 是的 你可能在博物館 我們有句話 論語所說的 禮室求諸於野 如果你真的想看唐朝的東西 你真的要去京都 如果你想看宋朝的東西 你就去大阪 是的 所以日本 其實真的看到唐朝的東西 剛才我們說的正倉園 正倉的意思真的很棒 很棒收藏的地方 它收藏了很多唐朝 我們說的很多樂器 你在中國未必找到 但是在日本 這是一個值得朝聖的地方 是 很出名的 喜歡歷史的朋友 要朝聖的地方 真的很多 是的 不過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留下個星期再說 好啊 拜拜 拜拜 助你自在 自學 活出風誠人生 自在人生大學堂